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玉龙的球场这边 那么今天球团还是照常的来举行练习 不过稍早有安排了八位球员出来受访 来谈谈他们和颜凯泰执行长 以前互动的一些故事 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他说玉龙有这么大的企业 将来他们退休 他也好帮他们安排一些工作 这是我对他最大的一个 以前他常提醒我的这个事情 不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就像这两天当在电商场 就是有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 还是不能相信 那么可以看到呢 其实刚刚诊断的受访过程 大家呢这个气氛都是相当的凝重的 而且呢刚刚好几位球员走进来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眶呢 其实是红红种种的 那么刚刚呢在顾问林正明 以及现任的教练呢 球起义受访的时候 他们呢是一度谈到以前的 和执行长的一些互动的故事 是红了眼眶 然后有哽咽这样子 那他们都表示说呢 其实对于执行长病逝的这件消息呢 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因为他们的互动呢 就像是爸爸和儿子一样 然后也觉得说呢他真的很照顾球员 那么集团这边也宣布说呢 因为有相当多的人想要来关心 要来质疑 因此呢后续呢 也有可能来规划要举办一个追思会 不过还是会走低调 从简的这个风格 然后遵照严董事长的这个遗愿呢 不会的举办的太盛大 那也希望呢 大家多给他们一些时间 等到后事都处理完之后 才会来公布 就剩下一个几屉的